孟子梁慧王下 第一章 庄报见孟子曰 报见于王 王与报以好乐 报未有以对也 曰 好乐何如 孟子曰 王之好乐甚 则其国其数几乎 他日 见于王曰 王长与庄子以好乐 有诸 王便忽色曰 寡人非能好先忘之乐也 只好世俗之乐而 曰 与少乐乐 与众乐乐 孰乐 孰乐 不弱于众 知好田猎 夫何使我置于此吉也 父子不相见 兄弟 妻子离散 此无他 不与名同乐也 金王古乐于此 百姓文王中古之声 管乐之音 举心 欣然 有喜色而相告 曰 无望 数己 无疾 并语 何以能古乐也 金王 田猎于此 百姓文王 车马之音 见羽毛之美 举心 欣然 有喜色而相告 曰 无望 数己 无疾 并语 何以能 田猎 也 此无他 与名同乐也 金王 与百姓 同乐 则 妄已 第二章 其宣王问约 文王之幼 方七十里 有诸 孟子对曰 于传有之 曰 若是其大呼 曰 名有以为小也 曰 寡人之幼 方四十里 名有以为大 何也 曰 文王之幼 方七十里 除饶者往焉 智吐者往焉 与名痛之 名以为小 不亦一乎 臣始至于静 问国之大静 然后赶入 臣文交官之内 有诱方四十里 杀其迷路者 如杀人之罪 则是方四十里 为锦于国中 名以为大 不亦一乎 第三章 其宣王问约 交邻国 有道呼 孟子对约 有 为人者能以大事小 事故 汤是可 闻王是昆宜 为智者未能 以小事大 故大王是熏玉 勾见事无 以大事小者 乐天者也 以小事大者 为天者也 乐天者保天下 为天者保齐国 诗云 为天之威 于时保之 王曰 大哉言以 寡人有吉 寡人好用 对约 王请无好小用 夫妇见及事约 彼恶敢当我哉 此匹夫之勇 敌一人者也 王请大之 诗云 王赫思怒 圆整其履 以恶处举 以赌周护 以对于天下 此文王之勇也 文王一怒 而安天下之名 书曰 天将下名 作之君 作之师 唯曰 其助上帝 宠之四方 有罪无罪 唯我在 天下何感 有悦觉智 一人横行于天下 五王耻之 此五王之勇也 而五王亦 一怒 而安天下之名 今王亦 一怒 而安天下之名 名为孔王之不好用也 第四章 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 王曰 贤者亦有此乐乎 孟子对曰 有 人不得 则非其上矣 不得而非其上者 非也 为名上而不与名同乐者 亦非也 乐名之乐者 名亦乐其乐 幽名之幽者 名亦幽其幽 乐以天下 忧以天下 然而不亡者 未知有也 习者其谨公问于燕子曰 无欲观于转父朝 人武 尊海而难 放于狼邪 无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观也 燕子对曰 善哉问也 天子是诸侯曰 寻寻 寻寻者 寻所守也 诸侯朝于天子曰 数值 数值者 数所值也 无非是者 春省根而补不足 秋省脸而住不给 下燕曰 无望不游 无何以休 无望不遇 无何以住 亦游亦遇 为诸侯度 今也不然 诗行而粮食 积者浮食 老者浮习 眷眷须禅 明乃作特 方命月明 饮食若留 流连荒亡 为诸侯忧 从流下而望返 为知流 从流上而望返 为知连 从寿无厌 为知荒 乐酒无厌 为知亡 先望无流连之乐 荒亡之行 为君所行也 景宫说 大戒于国 出舍于交 于事使心发补不足 赵太师曰 为我做君臣 向说之乐 盖为招 脚招事也 其师曰 处君何由 处君者 好君也 第五章 其宣王问曰 人皆为我毁明堂 毁诸 以乎 孟子对曰 敷明堂者 王者之堂也 王欲行王政 则误悔之矣 王曰 王政可得文语 对曰 习者文王之志其也 跟者久依 适者适路 官是鸡而不争 则良无尽 罪人不奴 老而无妻曰官 老而无夫曰寡 老而无子曰独 幼而无父曰孤 此似者 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 文王发证诗人 必先私似者 诗云 可以妇人 哀此穷毒 王曰 善哉言乎 曰 王如善之 则何谓不行 王曰 寡人有疾 寡人好祸 对曰 习者功留好祸 诗云 乃鸡乃仓 乃果侯粮 鱼陀鱼囊 思极用光 宫石思张 干戈七阳 原方起行 故居者有积仓 行者有果粮也 然后可以原方起行 王如好祸 与百姓痛之 于王何有 王曰 寡人有疾 寡人好色 对曰 习者大王好色 爱绝非 诗云 古宫淡妇 来朝走马 绿西水浒 置于其下 原即将女 欲来须与当事时也 内无怨女 外无旷夫 王如好色 与百姓痛之 于王何有 第六章 孟子为其宣王曰 王之城 有托其妻子 于其有 而知处有者 必其凡也 则动哪其妻子 则如之和 王曰 弃之 曰 世事不能治事 则如之和 王曰 已知 曰 四境之内不治 则如之和 王顾左右而言他 第七章 孟子见其宣王曰 所谓故国者 非为有 乔木之谓也 有誓臣之谓也 王无 清晨以 习者所尽 今日不知其王也 王曰 无何以示其不才而舍之 曰 国君尽贤 如不得已 将十杯于尊 书于妻 可不胜于 左右皆曰贤 未可也 朱大夫皆曰贤 未可也 国人皆曰贤 然后查之 见贤焉 然后用之 左右皆曰不可 误听 朱大夫皆曰不可 误听 国人皆曰不可 然后查之 见不可焉 然后去之 左右皆曰可杀 误听 朱大夫皆曰可杀 误听 国人皆曰可杀 然后查之 剑可杀烟 然后杀之 故曰 国人杀之也如此 然后可以为民父母 第八章 齐宣王问曰 汤放节 武王伐咒 有诛 孟子对曰 于传有之 曰 臣是其君 可乎 曰 贼人者为之贼 贼义者为之残 残贼之人 为之依夫 文诸一夫咒以 为文是君也 第九章 孟子见其宣王曰 为巨士 则必使公师求大幕 公师的大幕 则忘喜 以为能胜其任也 将人浊而小之 则忘怒 以为不胜其任也 夫人 幼儿学之 壮儿欲行之 王曰 孤舍女所学 而从我则何如 今有仆欲于此 虽万亿 必使欲人雕琢之 至于治国家 则曰 孤舍女所学 而从我则何以 亦于教欲人雕琢欲哉 第十章 其人伐艳 圣之 宣王问曰 或为寡人误取 或为寡人取之 以万臣之国 伐万臣之国 五行而举之 人力不至于此 不取必有天殃 取之何如 孟子对曰 取之而艳明月 则取之 古之人有行之者 五王是也 取之而艳明不悦 则悟取 古之人有行之者 闻王是也 以万臣之国 伐万臣之国 丹时胡将以迎王师 岂有他灾 避水火也 如水亦生 如火亦热 亦运而已矣 第十一章 其人伐艳 取之 诸侯将谋旧宴 宣王曰 诸侯多谋法寡人者 何以呆之 孟子对曰 陈文七十里为正于天下者 汤是也 魏文以千里为人者也 书曰 汤一真 自个是 天下信之 东面而真 西一愿 南面而真 北敌愿 曰 西未后我 明望之 若大汉之望云你也 归逝者不止 跟者不辨 诸其君而调其名 若时羽将 明大悦 书曰 西我后 后来其苏 今艳悦其名 往往而真之 明以为将枕 挤于水火之中也 丹时胡将以迎王师 若杀其父兄 系类其子弟 毁其宗庙 牵其重器 如之何其可也 天下故为其之强也 今又备得 而不行人阵 是动天下之兵也 王宿出令 反其毛泥 指其重器 谋于厌重 至君而后去之 则有可及之也 第十二章 邹语鲁鸿 木工问曰 无有私死者三十三人 而明末之死也 诸之则不可胜诸 不诸则即是其常上之死 而不咎 如之何则可也 孟子对曰 兄年几岁 君之名 老若转呼勾壑 壮者散 而知四方者 几千人已 而君之苍领时 府库冲 有私莫已告 世上漫而残下也 曾子曰 戒之戒之 出乎而者 反乎而者也 夫明经而后的 反之也 君无油烟 君行人阵 思明倾其上 死其常矣 第十三章 藤文公问曰 藤 小国也 奸于其处 是其乎 是处乎 孟子对曰 是谋非无所能及也 无以 则有一焉 凿思耻也 住思尘也 与民守之 孝死而民扶去 则是可谓也 第十四章 藤文公问曰 其人将住靴 无盛恐 如之何则可 孟子对曰 习者大王居兵 敌人轻之 去之其山之下居焉 非则而取之 不得已也 记为善 后世子孙必有王者已 君子创业垂统 未可记也 若夫成功 则天也 君如彼何哉 强为善而已 第十五章 藤文公问曰 藤 小国也 竭力以示 大国则不得免焉 如之何则可 孟子对曰 习者大王居兵 敌人轻之 誓之以疲弊 不得免焉 誓之以犬马 不得免焉 誓之以诸欲 不得免焉 乃属其其老而告之曰 敌人之所欲者 无土地也 无文之也 君子不以其 所以养人者害人 二三子何患乎无君 我将去之 去兵 于梁山 亦于其山之下 居焉 兵人曰 人人也 不可施也 从之者如归事 或曰 是守也 非生之所能谓也 孝死物去军 请则于私二者 第十六章 鲁平公将出 必人赃仓者请曰 他日君出 则必命有私所知 今晨于已嫁已 有私未知所知 敢请公曰 将见孟子 曰 何灾君所谓 亲身已先于匹夫者 以为贤乎 礼意由贤者出 而孟子之后丧于前丧 君无见焉 公曰 诺 乐阵子入见 曰 君息未不见孟科也 曰 或告寡人曰 孟子之后丧于前丧 是已不往见也 曰 何灾君所谓于者 前已是 后已代夫 前已三顶 而后已五顶于 曰 否 为官果一清之美也 曰 非所谓于也 贫富不同也 乐阵子见孟子曰 刻告于君 君未来见也 必人有脏仓者举君 君事已不果来也 曰 行或使之 只或尼之 行止 非人所能也 无之不欲如侯 天也 脏事之子 奕能始于不欲栽 煙能始于不欲栽 烟能始于不欲栽 感谢观看